这边 这边 医生 这是孩子的父亲 已经咽过血了 再等化验结果 幸好送来的急事啊 孩子都烧到三十九度 这要是引发高热惊觉就不好了 这可对一些氨气氛了吗 试过了 童童长大了 他真的长大了 童童长大了 他真的长大了 童童来了 李总 我去一下洗手间 你刚才在干吗呢 你怎么不接电话 你在哪儿了吗 你搞什么 通通发烧了你知道吗 这个时候你怎么不在身边呀 萧嫣送童童去的医院 我给你发个地址 你赶紧过去 我一会儿就过来 我知道了 我已经快到医院了 小明给我打了电话 他怎么知道 你赶紧来吧 你快点儿 你小孩发生了 没有 我刚才都听见了 你回去陪孩子 我一会儿跟你们李总说 你现在就走吧 多谢纪总关心 我自己说吧 这个高热精爵 是 什么意思啊 一旦出现过高热精爵式 以后再发烧 就很容易复发了 怎么 怎么会突然发烧了呢 不是 他那个 又 又没有咳嗽 又没有流鼻涕 一点感冒的症状都没有啊 好奇怪啊 如果是幼儿急诊的话 他就是没有明显的症状 会突然高烧 又不是大人 会自己说难受 那个 医生 像这样的情况 然后我回去用那个酒精棉 给他擦一擦 物理降温就可以了 是吧 干吗 这个 千万不能有酒精擦 这个酒精容易刺激宝宝过敏 并引发其他症状 所以这种方法呢 早就淘汰尽职了 我倒是建议啊 你们多掌握一点应幼儿的知识 你别更好地照顾过我吧 喂 妈 妈 她能怎么样啊 知道了 妈 你还真敢把童童一个人丢家里啊 我们用月嫂了 就您请了临时保姆 您调查过她的背景吗 您又敢把孩子丢给她 那个保姆 一点基本的常识都没有 也完全没有责任性 随便就把孩子给丢下了 也幸亏萧嫣发现得及时 能把童童给送到医院来 童童生病的时候 她父亲在哪里啊 在哪里啊 不是 我的情况您还不清楚吗 你什么情况 你的情况就是 旧游自取 你以为丹青妈妈这么容易做啊 娇蕊一个人带着孩子多不容易 你知道吗 谁把她逼到这个份上啊 你还来指责我们 你没有资格 那陈少远现在人在哪儿呢 她怎么还不来医院啊 在哪儿呢 在路上呢干什么 哪儿那么说 走了来就来了真是 陈院长 我想我应该说几句公道话啊 莫名作为父亲 作为医生 她都尽心尽责 无口厚非 现在童童生病 有她陪在身边 你们不也少些担心受怕吗 小经理 那个 谢谢啊 你把我这个 外孙女及时地送到医院里边 但是我们家的事情呢 你还是少掺和 我才不想掺和你们家的事呢 我只希望陈娇蕊 她能够做到公私兼顾 别影响别人的生活 你是莫名吧 哦 我是啊 你赶快走吧 有什么事吗 我要去哪儿啊 你没遵守法院的判决 爸爸 老院已经终止你的探视权了 这 你们怎么知道的 你的前妻报警 走吧 警察同志 我女儿她现在还发着高烧 在里边躺着呢 她作为母亲她不来照顾 我来照顾孩子她还 她还不去黏我 不是她这人还有点理智吗 她有一定点关心孩子吗 这可不是一次两次的事了 你帮我弄明你干吗 你故事霸道有什么意思啊你 我告诉你 造谣 污蔑 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我污蔑谁了 那陈娇蕊她现在人在哪儿呢 人呢 那我刚才不说得很清楚吗 在路上 早安慧 别吵吵 这里是医院 总之 你赶快离开 行 我马上就离开 那能让我再看一眼女儿吗 可以 这位女士 你跟孩子的父亲 什么关系 我是孩子母亲的同事 邻居 是我把这个孩子送到医院来的 你这是 站住 别跑 站住 别跑 别跑 快 童子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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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过来 童子 爸爸 爸爸不会离开你的 爸爸绝对不会离开你的 爸爸 你先把孩子放下 有话好好说 别过来 让你离开医院 又不是让你跟孩子生理死别 你说你折腾个啥 她凭什么报警啊 我女儿生病了 我凭什么不能来看呢 她有没有人性啊 莫铭 你抽什么疯啊 童童还发着烧呢 冬冬 爸爸对不起你 爸爸对不起你 把童童给我 把童童给我 敢 这地三块 这个地方 你中共不是那么多 唯练 也 señora 李左 肯定是 غ体 命inally 我是 我记得 希望我们这次合作顺利啊 我们先过去吧 走吧 去陪啊 孩子怎么样了 没事了 退烧了 那小孩子就是这样 三天两头发烧 我们家孩子小的时候也是这样 发烧是好事 能够增强免疫力 是 董事长好 董事长来了 齐律师 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理解 但是不能过激 是是是 一旦造成不良后果 我们只能依法处理 没错 那您就把他们带过去吧 下不为例啊 谢谢 辛苦 辛苦 知道 别说话 别说话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你知道我想说什么我也得说 你做事能不能稍微控制下自己的兴趣 不要把把柄落在别人手里面 想事情稍微长远一点 你今天这么做 不但违反了探视权 还差点绑架自己的女儿 你这么做对二婶会非常的不利之处 你没孩子 所以你体会不了我的心情 我是让你想你 可你也不能 我现在已经够难受的了 你能不能不要说话了 你警察都能体谅我 你怎么就不行啊 你真是一点情伤都没有啊 你还有理了是吧 我真是欠你的 你为什么把萧嫣扯下来 警察带她来的 是她送孩子去的医院 她是证人 你知不知道 她现在在陈娇蕊手下做事 你这样做会让她的处境更加尴尬 你想过这些吗 今天晚上去我那儿 走 你把她还没还 走 走 你出去去去去去 你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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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我看到这家人 不敢有个多金钱 那就记住了 沈总 辛苦了 我听我妈说的情况了 今天晚上有劳校经理了 谢谢 晚安 童童烧了三十九度 我给你打了无数电话你不回 发微信你也不回 小孩子嘛 多发发烧也是好事 可以增强免疫力 你真的配做一个母亲吗 你明知道莫名有多爱童童 你比谁都清楚 你怎么忍心报警 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情来 我没有必要回答你 但我也告诉你 这是法院的判决 它的出现会影响我的女儿身心健康 还有校经理 请你对你的行为适可而止 如果你继续干涉我和我女儿的私生活 我们也只好发愿见了 你根本就不爱孩子 你也不需要孩子 你霸占孩子的唯一目的是 为了你的身份 一个伟大的单亲妈妈的人设 你在利用你的孩子博取同情 实现野心 陈娇蕊 你根本不配做一个母亲 你应该把孩子还给真正爱她的人 我自己的孩子我想怎么样的是我的事情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那么喜欢管别人的孩子 你自己生一个呀 张口闭口 孩子孩子的 你有什么资格贪孩子 我不会生孩子 永远都不会 因为我就害怕自己 会成为你这样的母亲 小潇 陈娇我这个人太恐怖了 为了阻止你来活动现场 居然利用孩子生命去拖住你 不择手段到这种程度 这到底是个什么人啊 母爱是女人的天性 她难道连一点起码的天性 都没有了吗 我真的理解不了 母爱是女人的天性 你以后不要千万千万小心她 是 是 之前谈笔轮融资的时候 你在现场你也听到了 那现在是投资方跑的 那你没想到我也没想到啊 公司现在面临这么大的困难 大家都是股东 那 那这个责任总该一起来承担吧 我知道 我理解 我现在这两天也一直在找新的股东啊 那这也不是 今天 明天一时半会儿就能解决的事啊 游戏公司有多少千年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先别说 你先听我说 我给你打了个电话 不是想跟你吵架 你能不能先把拖欠员工的工资 垫付一下 那 那这个责任总该你跟我一起来生单吧 喂 你说话呀 喂 大哥 你 你 帮我回头 还真是爸爸啊 爸爸 爸爸 回来了 怎么这么早回来了 对呀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不是说今天公司有个什么很重要的股东会议吗 你怎么还不去公司呢 是 那个 有 有 有一股东人她 她生病了 我们改下个开会了 早知道你不去公司 让你去接从从好了呀 我接着幼儿园门口吐了 吐了 没事吧 当然有事了 本来幼儿园小朋友可喜欢我了 是不是 你看 结果现在好了 我今天吐了以后啊 小朋友都嫌弃我绕着走呢 我这苦心惊异的仙女妈妈形象回遇一旦了 这帮小兔崽子 那个 那什么 我 我不是说了吗 明天我去送从从 我也接从从 也好在家歇着 真的 那就辛苦爸爸了 不辛苦 所以你不去公司 你在这儿等我们俩 等你们啊 真的 爸爸最爱我们最疼我们了 对不对 嗯 想不想和爸爸煲汤啊 嗯 那还不快回家呀 快回家了 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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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快点 怎么了 快 快点不起 过了 不能呀 watch 快点 来 哥 你昨天在公安局路口供 什么感觉啊 刺激吗 跟你说话了 你别装睡啊 真没理由 谁没你体貌啊 还怎么说话呢 还落口供刺不刺激 你去刺激刺激去啊 我这是在锻炼你 你什么 你得尽快坚强起来 对你前妻免疫 这样她以后对你做什么 都不会打击伤害到你 那婚姻真是无间道啊 我婚姻真是无间道啊 轮不到你说啊 哥 那你是不是有新婚了 什么新婚 我帮你洗车的时候 在座位底下发现呢 老公 老公 我的手机烂在客厅了 你帮我拿一下 老公 老公 听到没有啊 我的手机 听见了 马上给你送上去 老公 好了 我车上了 正好我一会儿办事 会路过你家附近 我给你送过去 老公 你手机没电了 我放楼下给你充电了 别玩了 睡会儿吧 好吧 我出去一趟啊 那你早点回来 好 晚安 晚安 莫师兄 师弟 师弟 辛苦师兄又跑一趟啊 没事 这昨天送我俩去医院啊 太着急了 直接落我车上了 谢谢 尤雅她睡觉 她身体怎么样啊 很好 要不来家坐会儿吧 喝喝水 不用了 让她好快休息 等哪天方便了我再来看她 你放心 就算你来家里 也不会打扰尤雅的 我不会叫醒她的 那行吧 师弟你就好好照顾尤雅 好 等你们好消息啊 好 师哥慢走 走了 月子中心 是母婴产业里 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也是母婴业务的前沿阵地 经董事会决定 收购这家安心人月子中心 将其打造成为 高端品质的月子中心 面向中产家庭 今后 我们也可以通过 这家月子中心 更深入地了解 母婴市场的需求 以及周边的产业链 但是你们也清楚啊 在这方面 我们之前没什么经验 开疆拓土的条件呢 也比较艰苦 这家月子中心 目前还有很多的漏洞 和不完善的地方 到时候 由陈总的团队 负责和月子中心 建议联系 向他们输出 西亚集团的理念 和需求 我听说 萧经理之前 跟这家中心 有过接触是吧 去做个市场调研 如果是这样的话 李总 我们整个团队当中 目前只有萧经理 与月子中心建立过联系 李应由她来负责这项工作 当然可以 萧经理 没有什么不适应之处吧 什么意思 我之前看到过 你与月子中心 妈妈们的合影 如果接下来这项工作 后续还会与宝妈 宝宝们不断地接触 想问问 有什么勉强为难之处吗 如果是不愿意 或者是不喜欢的话 萧经理绝对是没有问题啊 就算是再不情愿 一想到大家都是女人 还是会同情的吗 我同情的是女人 不是小人 对 小燕 这事就交给你吧 好 你看 我们的宝宝多可爱呀 每一个都跟小天使一样 你们这样集中的婴儿托管 是怎么做到 预防交叉感染的呢 交叉感染 我们这儿的宝宝都很健康的 不会生病的 你看多可爱呀 没有什么防御设施吗 当然有了 我们每天都会进行健康检查的 除此之外呢 硬件设备什么的没有吗 这个 这个 这个我就不大清楚了 这你得问吴总 吴总说这些都是你来负责的 你应该最清楚啊 欢欢姥姥来了 你好 你好 是啊 你这天天都来啊 傻子 放心吧 把交给我们放心吧 好 谢谢 谢谢 我先走了啊 好 这些都是什么人啊 家属啊 你们这管理够松散的 萧总 您看您这话说的 我们这管理怎么就松散了呢 这些人进来的时候都消毒了吗 消毒了呀 这事归前台管 进来的人都得消毒 你看还有没穿鞋套的 这得带进来多少细菌啊 这不是一般的公共场所 这是宝宝住的地方 像他们这样随意进出 探视 没有时间限制的吗 萧总 您 不喜欢孩子吧 李主任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要是没生过孩子的话 你可能无法理解 一个家庭刚拥有孩子的心情 你更无法设身处理地想象 他们想见到孩子的迫切愿望 你想啊 咱们要是给这些爷爷奶奶 姥姥姥爷 规定探视时间 好多钱都是老一辈出的 咱是不是太不尽人情了 宝宝和宝妈的健康环境 都得不到保障 还谈什么人情啊 这是安心人月子中心 去年和今年的一个业绩简报 去年相对比较稳定 但是今年大幅跳水 我粗略地调查了一下 它的问题所在 近半年 销售部门的人员流动较大 市场部门 丢失了两家非常重要的 战略合作伙伴 现在整个月子中心管理 非常混乱 护理部的护理人员 素质良又不齐 整个设备非常陈旧 需要全部更新 跳毛病很容易 我相信很多月子中心 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月子中心 不是其他的服务行业 这些问题是不应该存在的 那就请萧经理谈一下 建设性的意见吧 我跟他们的吴总谈过 这个吴总好像并不在意 他的硬件是否达标 他更在乎的是 如何开发新的美容项目 来赚钱 现在这家月子中心 有太多的漏洞 和不满事件 是否有成为了 我会再来赚钱 那我会为你 这家月子中心 你还要赚钱 我会来赚钱 是否会被赚钱 你还要赚钱 是否有赚钱 你是否有赚钱 你去赚钱 我会赚钱 你不是赚钱 我们的赚钱 我会赚钱 你赚钱 那我都去赚钱 这些赚钱 你还要赚钱 你赚钱 我会赚钱 我觉得很赚钱 没有 萧经理说得都很对 哥 你前妻最近出点多了 不怎么搞我们了 明浩 这不是好事吗 你说他是不是孩子一旦大魔王啊 如果真把大魔王给逼急了 他可落不了什么好 也许吧 你说如果他俩真刚起来 谁能赢 不知道 你是不是还没对你前妻死心呢 我不是没死心 我是把 你是抖M 什么玩意儿 超级受虐狂 滚 哥 那你那工作找得怎么样了呀 可以 可以 洋气 理解 我 你 你 就原来咱们医院那个护士李美娥 对啊 就是她 我也是前不久碰巧碰见她的 她从医院走了之后啊 就去了医院的中心 说那儿工资高 待遇好 而且还没有医院那么辛苦 我一听 这 这 这不正是和师哥你吗 她后来去医院的中心了呀 对啊 而且啊 干得还不错 还当上了护理部的主任 听说很受重视 领导都在听她的 不是 晓晓 你知道 她原来对我意见挺大的吧 我知道 我知道 你俩之间有一点小不愉快 但是那不都过去了吗 我觉得这工作适合你之后啊 我就侧面地把你的情况 和她说了一下 没想到她很热情啊 一个劲地说 让你去找她 她能帮她上忙 我不是怕她记恨我 我是觉得 黎美娥这个人吧 她工作态度有问题 你说她在咱们医院 干了那么久 她还当不上护士长 为什么呀 她干儿科 那得比其他科室 更认真 更严谨 她黎美娥这个人 她实在是 我懂我懂师哥 我是觉得吧 可能是因为 之前工资又低又辛苦 心思没放在工作上呗 但是我这里得见她 她这个状态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是吗 你这样 你先跟我去见她一下 反正不敢怎么样 见一下总没错吧 喂 宋儿 你说 老大 你可终于接电话了 我 我跟你说 你这两天可千万别来公司 暂时必备风头吧 这帮员工都跟风力一样 都快把公司给搬空了 来来来 来来 大厂长 喂 宋儿 宋儿 喂 妈 哎 怎么了 楠楠 那个 您跟我爸能不能再借我点钱呀 要多少啊 十万块钱就行 不是 你上礼拜不是刚送你爸那拿了三十万吗 是 我知道 现在公司负债太多了 我拖欠了员工的工资 优雅现在还怀着运 我把他们到时候纳到家里来 我跟你爸当初说什么来着 游戏公司不靠谱 你就是不听 非要弄 算了 不跟你说了 我和你爸再凑凑吧 给你添麻烦了吗 那 你和小雅说了吗 还没呢 这时候再来一个孩子也不是时候啊 你们这以后的日子可就是苦日子了 等将来你们熬过了难关 再要也不迟啊 拜拜 好了 妈 你别担心了 我不跟你说了啊 老婆 看什么呢 我在给我们女儿选衣服呢 你看看 好看吗 你怎么确定就是女儿啊 当然是女儿了 我有感觉到 老公 你看啊 这上面女孩子的衣服款式好多 而且每一件都好可爱啊 我全都想买呀 怎么办啊 太着急了吧 这都是四五岁孩子穿的 那等四五年以后 那肯定就比这有漂亮的了 对不对 说得有道理 那我更得买来呀 以后等我们家新银出来以后啊 长到四五岁就成复古版了呀 别人都没有 老公 那个 我有个事 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我最近啊 看了好多关于生二胎的文章 那文章上都说 这生二胎 可能会影响老大的情绪 我是比较担心咱们家匆匆 你看他这么黏着你 他肯定接受不了 又有一个人来跟他抢妈妈呀 我觉得吧 要不等 匆匆长大一点 等他懂点事 我们再把这二胎 对 其实这个事情呢 我想过了 匆匆我已经搞定了 匆匆 想不想要妹妹 有 我想要妹妹 你别管他 他懂什么呀 他才多大呀 但他等到长大以后 他明白了怎么办呀 我跟你说 网上好多人都说 他说还有老大 他打妈妈肚子的呢 那就更不可能了呀 开什么玩笑 咱们家匆匆生的那种小孩嘛 真是 我 我不是这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生二胎 能不能再缓缓 不缓 不缓 现在星星来得刚刚好 老婆 三个月了 老公你不要再下操心了好不好 要我说呢 你现在应该一心 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公司里呀 对吧 实现你的梦想 要公司做大 家里就交给我 我会全力支持你的 老公 你知道吗 现在外面负能量爆棚啊 怨声载道的妈妈好多 像我这样 整天待在家里 还没有任何怨气的 太少太少了 不毛铃脚 知足吧 我很知足 幸不幸福 幸福 那就好了呀 其实呢 我也想过了 等以后条件允许的话 我还想生第三个呢 生个足球队 小孩子真的是太可爱了 你就多费点心了 放心吧 没问题 我会定紧的 别抱歉辛苦啊 怎么会呢 什么时候让你失望过啊 早上给你那个文件啊 你回去好好看看 然后我们及时过 好 坐 我已经把你的意见 反馈给了董事会 董事会很认可你的想法 经讨论 需要从公司本部 调一名有能力的同事 到月子中心 担任品牌运营总监 协助吴总 打造月子中心的新形象 我们一致认为 这个人选 非你莫属 之所以推荐你去月子中心 有三个理由 一 你有这个能力 改善月子中心的漏洞 第二 一直以来 都是你在接洽这个项目 你最熟悉和了解它们 第三 接着说 是你的身份 我身份怎么了 以你坚持的立场 更应该到月子中心 去好好了解体验一下 妈妈们的生活 这样 也更有助于你目前的工作 李总说得对 你之前去那边 不是跟很多宝宝妈妈们 都拍了非常有爱的照片吗 对于提升你的形象 也都是非常有利的 我形象怎么了 要去月子中心提神 晓妍 你视而不见我的业绩 屡次三番提醒我 丁不丁客是我的隐私 我的私生活和西亚 和工作毫无干系 我完全可以 以骑士员工为由 起诉西亚集团 小燕